记者刘晓星彰化报道 中部居民对于空气污染的忍耐指数已达零界点 南投县长林明珍将率重负台中火力电厂 以下简称中火抗议 彰化县议员赖青美今天宪政质询时 就要求魏明谷要当领头羊 魏明谷强调空屋议题将是明年台中市长选战议题 相信市长林加龙也会有压力 魏明谷强调 因为彰化县政府对于中火没有行政管辖权 所以将会持续透过中张头苗县市治理平台来反映 空屋将是明年选战重要议题 魏明谷也指出 以前中火回馈京都给地方作为活动经费 他上任后认为这些回馈京都市新命前 坚持用在邻近中火的汉美县西深港 以下简称汉县深 三个乡镇县府日前购入全国第一台废功能的筛检巡回车 就从汉县深做起进行居民废功能筛检 当收集大数据与流行病学的研究 如果确认其中的因果关系 彰化县政府会出面代表县民藏中 或争取权益